建造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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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表格 用表格的方式 填寫面積 自動產出 我們要的內容 自動產出 我們知道的面積 來判別是不是符合 建幣率、容積率的變化 好,那過來你看 很多人會懷疑說 會不會我們到後期的時候 又把圖 拿到CAT去修改 這邊跟各位證明看看 所有的鎖影表 並且鎖影表是真的出現的鎖影表 我們的面積表 這個面積表都是一樣的 文字在裡面是直接輸入的 並不是CAT在切過來的做法 然後你看圖力 圖力是真的出現的圖力 圖力是真實存在的 同時你可以看到 像這種 奇境記檢討 我們也是真的畫了一個圖桌 然後放在裡面 變成圖力而裝進來 然後計算式 它是真的計算式 它並不是什麼 我們旁邊計算 然後拿回來放 算完了之後才拿回來 過來你可以看到平面圖 你看平面圖在上面的修正 包括這個面積的這個區域 還有我們的尺寸文字 看起來像CAT的這種文字 事實上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很清楚的將我們這個內容寫 寫詳細的 然後並且把我們這個尺寸的比例 把它調到0.8而產生的結果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 但事實上它也不是 還是一樣是在我們CAT的門完成 那個CAT的門完成 本來就做得到的 但是我們在Rubitor 又可以完成的東西 然後過來看 像這個天花板的高度檢討圖 這也是一樣 我們是真實的剖一個剖面過來用 所以不是什麼剪圖啊 也不是特別去畫出來的內容 來看看綠化面積 你看綠化面積其實是這樣子的 它是在裡面可以看到這個面積的整合 並且我們可以把高度寫上去 這個高度的這個限值 也是真實的限值 我們可以去看到它其實是可以抓住高度的 同時我們來看看它的三層平面圖 你看 每個樓層的平面圖 它的這個距離 它的步行距離 你看到沒有線 步行距離 我們會特別去寫它 好 那所像這個 我們裡面的牆體的這種 真實的牆啊 新建牆啊 或其他內容 都會詳細的把它寫出來 然後 此外我們會把面積檢討 這是文字嘛 你看 建造計算式的內容 我去把它寫清楚 然後過來看看屋頂層平面圖 這邊也會看到 旁邊這個地方 會有另外一個我們抓出來的塊體 而這真的是一個面積的天板範圍 把它複製接上來之後 它會還有跟著給我們看到面積的內容 然後最後 看看立面圖 立面圖 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我們也會必須要檢討它的高度 所以 透過我們的這個 天板範圍去處理這個內容 然後找到我們要的這個 斜線 然後去做比例 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圖說 好 窗戶 每個窗戶都真實的窗戶 當然這個 我們必須要去開 這個內容才知道 你看 窗戶是真實的窗戶 幾個 哪一個窗戶的號數 都會被寫清楚 所以它不會有什麼 可以改動的問題 譬如說你看 我把這幾個 如果我今天想要一整個改 我把它改成40x40 你看看 我把它變成40x40公分 所有的30x30的都會改掉 它不會說什麼是假的 其實真實存在 好 當然把它說回來 我們來看看 這個剖面圖 剖面圖的這個內容啊 包括這個階數 你看這階數是直接長出來的 也不用自己去輸入 然後像這個 這很重要 你可以看到 像這種梯 過往都要花很辛苦 我們來看看 這個梯啊 它的這個內容 梯段類型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 踏板幾公分 要不要做斜 你看到把它把斜拉掉 它就不斜了 我可以直接做斜 它就可以出現 我們的樹板要不要 譬如說樹板厚度是 本來是1.25 它是2.5 馬上就變厚 它完全會連動 所以不需要我們再把它 畫得這麼辛苦 它就可以完成一個 好的樓梯圖說 同時我們來看看 門窗想圖 門窗想圖也是一樣 是真實存在的門窗 所以 這個門窗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外推窗啊 然後外推窗 W.2 W.3 固定窗 完全都清楚在這邊呈現 後來 這個可以看到 我們在過往的時候 討論的內容 這個是在設計階段的時候 跟客戶討論的內容 也讓他們早點可以知道 大概會發生什麼事情 特別像我們常在做的 這個Pomintos圖 它可以清楚的 早日去理解 這個房子大概有哪些細節要面對 哪些事情要處理 好 今天跟各位介紹到這邊 希望可以讓大家對於 建築圖 這個在建造處理上 它是不是可以讓人安心的一個做法 那同時 我們也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另外一個小案子 另外小案子可以看到 在另外一端 跟大家打開一下 你可以看到 這個案子也是一樣 完全都是 將它的 內容把它組合在裡頭 那同時它也可以處理 一些看起來像是 這種群組化的一些圖說 也就是說 Rubit它是個平台 你應該是可以透過 不同的形式去畫它 但 盡量可以讓自己簡單的在裡面處理 譬如說 這個定點高存 真的15公分是15公分 不用特別去畫出來 好 以上跟各位分享 今天的快速的解說 也希望各位對於Rubit在 建造的處理上面 有更多的了解 謝謝大家 我們這邊 特別開設了一個 建築跟室內設計的課程 主要是因為希望可以讓 更多人 除了看之外 你還可以真的 實際的操作 那你必須要 可以真的去用自己的案子 來去實作 對我們真正的內容 就可以掌握得更加詳細 更加完整 那這邊有相當詳細的介紹 譬如說 我們這個是 為什麼是實體課程 那 我們這些介紹 我們的經歷 那包括我們曾經做過的 一些重要的 BM的一些經歷 那我們開過課程的這個內容 我們過往有哪些事情發生 大家都看得到 雖然大家不一定要來上這個課 但是也可以讓各位 更加認識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是真的完全去類似 用自身的經驗去 深入到我們的內容 然後讓我們的每一個課程 跟實物都是連接在一起的 那除了建築之外呢 它有整個的課程之外 你可以看到 這邊還有室內設計的需求 你可以看到室內設計 它也有室內設計的一些內容 室內設計的課程內容 當然會跟建築設計 整個室內設計有點不同 不過透過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 原來室內設計 它怎麼樣被發展的時候 可以順暢的把前後結尾在 接頭在一起 而不會像我們過往一樣 不斷的不斷的改圖 那這些過程當中 都可以有更加詳細的 施工圖的一些介紹 並且我們還特別開了個 室內設計顧腳骨專班 有興趣的同學 不妨來聽聽看 也希望各位可以 更加的有效率的 去進入到BIM 當然我們這邊有個免費4月影片 歡迎各位來看看 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們大概怎麼上課的 謝謝大家